CNK 回到下午的智庫360的時間 新鮮出爐 惠空在中午公布了2015年的業績 不過差過市場預期 看看大數 列帳基準隨稅前的盈利有188億多 至於純利方面 稅前利潤只升了1% 增幅遠低於市場預期的1.6% 至於純利方面 要倒退1.2% 達到135億多美元 另一個焦點 股東方面應該是最關心的 就是派息 第四次股息 每股派21美先 相當於過六人錢港幣 全年派息加多了少少 去到51美先 比2014年增加了1美先 另外,恆生銀行方面 業績有驚喜 理想之餘,還派了特別息 恆生去年多賺了8.2% 至近275億港元 派第四次中期息是2.4港元 派特別中期息是3元 而第四次中期股息是2.4 順利上升主要是由於出售部分 輕業銀行的股權 錄得淨利收益大約106億元 除了扣除相關的收益 經調整順利大約167億元 安年多賺了4% 而核心業務方面 期內的淨利息收入有211億元 萬岸年升了7% 征服務費和佣金收入方面 升了近1.3% 看看股價表現如何 金融股方面 匯控在業績出爐之後 表現偏遠 現時是50.1% 跌了1.5% 不過恆生方面 有明顯的反彈 升了3% 佈129.8% 升了3.5% 其他銀行股方面 東亞銀行升幅又要求9% 業績數據說了這麼多 先交給吳家文和嘉賓 詳細說一份業績 您請獵下 您請 您請